从不服输的铁娘子董明珠 面对美国一技重锤 在延迟起诉协议上签下了名字 默默的认罚了5.8亿 虽然说这个案件已经是8年前的救世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 掌握核心科技的格力电器 居然会在质量安全上摔个大跟筒 而历之年的格力正遭遇中年危机 营收和利润双双下滑 但是隔壁老对手美帝却是迎来了双丰收 不到一年呢 格力的股价腰斩 两千亿直接就化为乌有了 市值差了没地不止一倍 人前女总裁董明珠依旧霸道 但是人后的格力却变得不再硬气了 董大姐还能够力挽狂澜吗 董大姐呢像是将自己嫁给了格力一样 三十多年来不离不弃 六十七岁的她舍不都退休 准备继续执掌格力电器到2025年 没有人怀疑董大姐对格力的爱 1990年丧偶的她将刚满八岁的儿子托付给了老母亲 辞去国企的铁饭碗 南下珠海闯荡 成为了一家电器公司的销售 36岁的她比刚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还贫 没日没夜的出差 甚至有一次恶婚摔断了尾椎骨 工作第一年 董明珠创下了300万的业绩 拿到了6万块钱的提成 也就是在这一年 格力电器正式成立 董明珠被火速提拔为安徽销售的负责人 她一改从前 厂家不管销售策略 每天带人蹲手在店里帮经销商卖货 当时整个安徽的空调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格力空调好卖 董明珠靠谱 甚至有经销商还没有发货 就打过去了50万的货款 厂里的人对此都是嘖嘖称奇 董明珠神了 1992年 安徽格力销售额突破了1600万 占了整个公司的八分之一 正当格力在全国城辽元之事时 1994年格力内部却发生了一起大地震 主管销售的副总带着8名骨干集体辞职 公司整个销售系统都陷入了权限瘫痪 那为什么会突遭此番变故呢 原来格力老总朱江洪 不甘心只做组装 要搞自己的技术 谁都知道啊 做技术那是很烧钱的 他大幅度的削减销售人员的提成 导致内部举其反隔 有竞争对手给董明珠呢 开出了200万的年薪 这个价码到底有多诱人呢 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年人均工资 才4500块钱出头 整整高出了440倍啊 大家都以为他会离开的时候 他依然选择拿着10万年薪 担任格力营销部的部长 对于这个选择 有人说他傻 而懂董明珠的人知道 他是在赌压住了朱江洪的远见 空调这东西一年看规模 五年看品质 大家用过之后 如果说质量有问题的品牌生育就会丧失 90年代末 一场全国性价格大战在空调界掀起了 没有核心技术和竞争力的牌子都纷纷倒下 成为了过往云烟 而格力在2000年的时候 就有了298项技术 成为空调界名副其实的王者 伴随着格力的成长 董明珠的职位也是越做越高 2001年 董明珠已经是格力电器的总经理 上任第一把火 他就烧向了领导层 他把自己的信箱转移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鼓励基层员工投诉举报 沿着线索将几位高层送进了监狱 董事长的亲信违规 他也丝毫不留情练 董事长找他说情 他直接回怼 我的权力只够降一级 你要是给我足够权力 我早就把这个人开除了 就连自己的哥哥他都没有放过 有一年的销售忘记 格力产品是供不应求 有经销商就打起了董大姐哥哥的主意 他们找到了他哥哥 以2%的提成报酬 请他帮忙打点拿货 哥哥打电话给自己的妹妹 但是却换来了一句冷冰冰的 不行就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董明珠立马打给了经销商 臭把了一顿 并且停掉了对方的货 事后经销商向董明珠的哥哥问道 那是你的亲妹妹还是假妹妹 更狠的是 董大姐还给他哥哥写了一封绝交信 从此20多年的时间里 两个人再无往来 董明珠甚至被踢出了足谱 对别人狠 董明珠对自己更狠 2005年是格力生死存亡的一年 当时政府希望将格力以 9亿元的价格卖给美国开立集团 这个当年的空调一哥 私下就找到了董明珠 希望他帮忙完成收割 给出了8000万年薪的条件 董明珠也承认这个诱惑真的很大 但是他还是拒绝了 他说对方是世界500强企业 但未必明天我们不是世界500强 为了阻止收购 他一次次的向上级部门反应 最终将格力救下了 2012年 朱江洪退休 董明珠正式接班 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一把手 在他的带领下 格力仅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便成为国内第一家 利润过百亿的家电企业 格力在董明珠时代 从来都不缺少话题 先是与雷军的十亿赌约 一个是制造业的女王 一个是互联网的新贵 这场持续5年的赌约 赚足了大家关注的目光 紧接着 董大姐换下了成龙 亲自代言格力 她的头像那是无处不在 甚至将格力手机的开机画面 都换成了她自己 董大姐呢继续保持着 怼天怼地的本色 不止一次手撕美帝 从何享健时代 撕到方红波时代 称美帝亦是小偷 她还高举争议的大旗 实名举报奥克斯产品 与宣传不符 拿出30亿用来补贴 号召大家 打击偷工减料的劣质产品 2019年12月2号 无论对格力 还是董明珠来说 那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格力完成了混改 财大气粗的高领资本 通过珠海明俊 成为格力第一大国公 所有格力人期待高领 会像改造百利一样 为格力电器带来新生 然而这样的愿望落空了 格力疲态早已显现 空调行业也早已进入了 一个存量时代 市场趋于饱和 竞争更加激烈 格力电器又与空调 绑架的太深 让大家误以为 它只是一家造空调 卖空调的公司 其他小家店卖的并不好 另一方面 格力电器多元化之路 走得并不顺畅 从造手机到进入新能源汽车 再到宣布造芯片 业务接连受阻 资本市场也并不看好 以至于今天 空调业务仍占据着格力 将近80%的营收 面对业绩压力 过去董大姐对互联网不屑一顾 而近两年 她俨然成为了网红 线上分销的商城 直接被命名为董明珠的店 她还亲自下场直播带货 虽然首秀的销售额不尽人意 但是董大姐是越战越勇 去年一年 13场直播带货 476个亿 但是相比连年下滑的营收 这样的数据 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董姐出征 寸草不生 人们对董明珠强硬风格 如此评价 陪伴格力一路走来 她不可谓不劳苦功高 在董明珠的字典里 始终认为 自己的决策没有过错 只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执行力不够 但时代在发展 没有谁能够保证 每一次都能够把握风口 也许格力真的是到了 该换血的时候 可是过去的一年里 曾被视为接班人的 格力执行总裁黄辉 董密兼副总裁 旺靖东相继离职 如今格力无人可及 在她正式退休之前 这个孤独的斗士 还有无数的硬仗要打 伤害臣服 驰骋三十多年的董明珠 已然是中国女性企业家的 一个亮眼的符号 老季福利志在千里 我们依然祝福董大姐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